老大老大,大师不好了,大师不好了 大熊,你能不能像我一样成文点 遇事不要慌张 说吧,什么事 有,有两个小丫头 他们手上有呼风唤雨的神器 把我教训了一顿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呼风唤雨的神器 难道 师娘,快把师父两件神器给交出来 你休想 你师父叮嘱我绝不能交给你这样的恶人 做梦去吧 师娘,那您就不能怪楚儿了 神器到底在哪里 哼哼,终于让我找到了 这就是师父的隐身石 至于另外一件 看来是和师娘沉睡在了身体之中了 我知道了,你随我来 老大老大,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妙子 拿去吧,这是隐身石 你使用隐身石后 想办法把神器给偷过来 隐身石? 哇塞,老大你可真厉害 别废话了,快去吧 遵命,保证完成哦 嘿嘿,隐身石是有了 怎么才能知道神器的位置 诶,跟着这蠢肥龙先 乖归神器可不能随便用 别把它藏起来 就放在我的藏宝格里 好,来,看电视去咯 哈哈哈,原来有藏宝格 正好没有人在 我就不客气拿走了 清晨起来打开窗 星星 等等 快去先看一下我的神器 等等 诶,我的乖乖神器呢 怎么,怎么不见了 我藏了这么隐秘 肯定是假表妹 我不见你,你还来偷啊 好不好好好的教训你 啦啦啦,放假了 可以回去好好小伙伴玩秘密了 赶紧回家打开电脑 啊,怎么回事 是谁,是谁在我家门口搜陷阱 表妹,从事交来 是不是你把我的神器给偷走了 神器 表姐,你别怨我好人 你那破神器我还不稀罕呢 还不稀罕 快说,你把我神器抢哪去了 不说的话有点好看的 表姐,我真没拿你神器 说了你,还会有谁会拿我的神器啊 不来点炸弹 我看你是不会交代了 说不说 小伙伴们,我真没头神器 你们快告诉表姐 我真没头神器